自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尔氏去世后 查尔斯就成为了英国新国王 老婆卡米拉也获得了新的 头衔 英国王后地位相当尊贵 但此时 却有澳大利亚媒体爆料称 查尔斯和卡米拉疑似感情不合 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分 手费足足有3.5亿美元 从当初顶着全世界的骂名 以小三情人身份 嫁入英国王室 成为查尔斯的伴侣 到如今 逆袭成尊贵的英国王后 卡米拉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 怎么就和查尔斯开始闹起 为离婚呢 难道又是无聊的小报媒体的胡说八道吗 巴一巴卡米拉近期的行程 发现离婚这事 似乎还真是有迹可循 除了查尔斯的70岁生日纪念活动 其他的王室活动 卡米拉全都缺席 就连加冕典礼前最重 要的招待宴 卡米拉都没露面 英国王室给出的答复是 卡米拉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他在加冕仪式结束后 筋疲力尽 身体已筋吃不消了 此前 在加冕典礼上 卡米拉的状态确实堪忧 待皇冠时 卡米拉甚至是无精打采 面露皮 背 在得知卡米拉身体不舒服后 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鲁和两人的儿子汤姆 前去照顾他 而丈夫查 尔斯却并没有及时过来看望卡米拉 有消息称 卡米拉一直等不到查尔斯来看望自己 瞬间情绪失控 气愤的大喊大叫 还发泄 般的乱摔东西 声称自己要和前夫复婚 当然越是描述的细腻道 表情历历在目 越让人觉得 该消息不可信的成分更大 一个国王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出轨呢 看来这离婚瓜 确实有理 有据呀 回想当年 查尔斯对卡米拉确实称得上申请 1970年 查尔斯在一场马球比赛中 邂逅了卡米拉 两个人很快相恋 之后 查尔斯加入海军部队 两人感情不复从前 三年后 卡米拉嫁给了安德鲁军官 查尔斯也和戴安娜王妃结了婚 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礼 圣诞而梦幻 却被戴安娜王妃成为 人生最痛苦的一天 原来那一天 查尔斯在人群中锁定了卡米拉 眼神一直追随着她 两人在戴安娜面前公开案 送秋波 婚后 查尔斯和卡米拉偶断丝连 戴安娜在拥挤的婚姻里 选择了退出 1994年 查尔斯王子不顾舆论 直接在电视访问中 承认自己与卡米拉的感情 婚外情 面对莱奥内尔邀请登上美国偶像时 查尔斯的第一反应也是问对方 她能不能戴上卡 米拉 如果这都不算爱 查尔斯在对待卡米拉这方面 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深情懒人了 毕竟 卡米拉不算貌美 尤其是和戴安娜王妃相比 能让查尔斯如此念念不忘多年 除了说明二人是真爱 外界再没有别的解释了 但由于戴安娜王妃实在是太受英国民众的喜爱了 这导致卡米拉和查尔斯一直备受诟病 直到2005年 查尔斯才顶着舆论压力 迎娶了卡米拉 给了她身份 从此名正言顺 迎着公众质疑的目光站在自己身边 除了面对大众的压力 卡米拉在英国王室内部的日子也不好过 卡米拉的两个继子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对她这个后妈实在是深恶痛绝 毕竟 这俩的生母可是戴安娜王妃 但没办法 查尔斯一路为卡米拉保驾护航 但如今 就连查尔斯都在卡米拉的一步步坐腰下 再不负当初对卡米拉的深爱了 查尔斯曾为了卡米拉和戴安娜离婚 如今 卡米拉又为了前夫和查尔斯闹离婚 这未免也太讽刺了 说到底 如果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真 那么 卡米拉所谓的说闹离婚 也无非是她变相抱怨 查尔斯不关心自己的一种吐槽方式而已 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承受的压力也是外人所不能承受的 不会真的到七老八十的 年纪 在闹什么分手的 在经历了五月份的西敏斯大教堂加冕 还有六月份苏格兰的二次加冕仪式 英国王后的头衔 已经被卡米拉稳稳拿住了 说来她还真是很幸运 与查尔斯初恋 分手多年后 第三者上位 和查尔斯也没有亲生儿女 愣是熬到女王去世 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登上王后广座 不管今后 卡米拉如何盖棺定论 但她的传奇经历 绝对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 贵为全英国最尊贵的女人 卡米拉也迎来了自己加冕后的头一个生日 出生于1947年 7月17日的她 正式迈入了76岁高龄 寻常人家这个年纪的老奶奶 早就退休 过起了寒一弄孙的悠闲生活 但俗话说欲待其官 必成其重 作为王后的卡米拉 她可没有办法这么早就退休 她的时间必须全部都跟随王室 公务而安排 与卡米拉结婚18年 查尔斯对于这位妻子 可谓的全身心地投入爱恋 为了让卡米拉高兴 查尔斯此前点头答应 加冕礼上 让卡米拉和前夫的孙儿们 担任她的提袍式桶 为了让卡米拉满意 查尔斯还同意邀请她的前夫安德鲁 充当娘家人来观看典礼 在卡米拉76岁生日来临之际 查尔斯早早地命令英国王室的社交平台账号 转发了王后的照 片 并且还深情款款地写下了话语 祝福卡米拉王后 今天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 平日里走到哪里都是C位的查尔斯 还很知趣的晒照 全都是卡米拉本尊 三章全都是寿星王 后撇开嘴乐呵呵的照片 这份卖力夭后为爱妻庆祝的模样 也能看出在查尔斯国王 是真的 把卡米拉时刻记在心里 除了查尔斯国王之外 王储夫妇威廉和凯特 也没有忘记卡米拉的生日 威廉王子与继母卡米拉的关系 也是一直都众说纷纭 按照哈利王子自传里的说法 威廉并不喜欢卡米拉 给他庆祝生日 想来更多也是看在父亲查尔斯国王的面子上 威廉凯特的祝福话语很重归重矩 选用的照片也是塔米拉公务时的流影 可即便查尔斯如此给卡米拉祝贺 但在王后心中却是另一番滋味 她的心思更惦记的 还是 她的前夫和儿女们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近来卡米拉与她的前夫安德鲁来往频繁 并且还时不时的去她家里的庄 人做客 两人毕竟当了几十年的夫妻 还有一双共同的儿女 安德鲁与她离婚后 两人关系 也一直都很好 卡米拉是打心底 把安德鲁看成了娘家亲人 而更让卡米拉揪心的 还有她的一双儿女 汤姆和劳拉 此前王后加冕礼上 汤姆与劳拉的海 此门都当了奶奶的提袍式童 典礼结束后 王室一家人都上了白金汉宫大阳台 卡米拉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 都把正统的 继承人威廉一家 给挤到小角落里去了 由此可见 她是一心只顾自己的晚辈们 铁了心让她 们的儿孙们都进入到王室家族里去 卡米拉此前就被传闻说 她想让儿子和女儿也拥有王室头衔 还想让儿子汤姆也能和威廉王子 一样参与到王室公务活动中去 但被查尔斯国王晚年谢绝了 后来她退后一步 想着让查 尔斯给儿子和女儿封一个贵族头衔 也被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也言辞拒绝了 因此卡米拉在看来 哪怕自己是尊贵的王后 但儿子女儿还有孙辈们 却没有跟着享受到荣耀 也难怪卡米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了 卡米拉的一男婷 站在旁观角度来说 实在是有些贪心不足了 她与查尔斯国王虽然是二婚 重组家庭 但却是与众不同的 她首先既不是国王的原配妻子 同时也没有为查尔斯生下子 四 她与前夫的孩子们 只是与查尔斯有着名分上的继父继子关系 王室本身就是讲究血统的地方 她的儿女们若是将继承 也只能继承她自己的私人财产 对 于王室根本就没有任何继承资格 贪心的卡米拉 与其有空位儿女们讨要王室的好处 还不如想想如果今后查尔斯不在了 她的处境 威廉不是她亲生的 王太后的头衔名号她是捞不到的 只能当一个空空的国王仪 双 女主人身份也将被凯特王妃所接手 地位微妙 到那时才真的叫她尴尬 卡米拉的上尉 可能给了一些心怀不轨之人 尚未成功的希望 但是她在王室的举步为兼足可以 看出她今后的日子 远没有想象中的好过 权力的游戏 不是靠征服一个男人就能完成的 不知道卡米拉 现在是不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或许想要自己晚年生活幸福 放弃贪婪和野心 她才能活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